因香港第五波疫情情勢嚴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月22日記者會上宣布 將於3月推行3次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林鄭月娥表示 在中央支援下 香港檢測以及採樣能力得到提升 預計每日採樣及檢測量將不少於100萬次 為配合全民強制檢測 將在各區設立數百個檢測中心 除此之外 特區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防疫措施 以儘快控制本輪疫情 恢復經濟名聲 林鄭月娥表示 为了減緩醫療壓力 中央已同意派內地施工隊 在洛馬州核套區筹建应急醫院 中央已同意委派內地施工隊 在洛馬州核套區 我剛才說的那片土地 除了建一些社區的隔離設施 因為地很大 中央也應我們的請求 幫我們再籌見多一間醫院 我相信規模可能就是 和早前的臨時醫院 由中央來到他們籌見 謝謝